好 各位 咱们接着说历史深处的民国 作者江城 演播飞扬 书节上回咱们接着说 段祺瑞离开北京之后呢 北京局势似乎变得更加的动荡不安了 各国使节纷纷的表示忧虑 黎元洪呢 更是如坐针毡 无奈之下 急调张勋入京 或许是被欺负的太久啊 黎元洪呢 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啊 冲动的向张勋求救 拿对方当救命稻草 以至于没有好好的去想清楚 人家张勋他为什么要来支持你呢 对不对 当年董卓进京 这也差不多个意思了 张勋这番可真的没安什么好心呢 就跟当年的董卓那是一样一样的 要知道张勋这个老小子 他是坚定的保皇派啊 对共和是120个看不上 觉得只要有皇帝 那才是好的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立场啊 张勋呢 首先在形象上就做到了这一点 什么呢 辫子他愣是没捡啊 尽管已经进入民国了 不光他不捡 他还不许手底下人捡 于是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 好 张勋的政治立场算是公之于众了 可是他为什么要参合着这次的政治斗争呢 对不对 府院之争 本来您可以看戏嘛 为什么你要搅和进来呢 这一切还得从1916年9月27号说起 在那一天 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 那这人是谁啊 就是康有为 在日本流浪了近15年的康有为 在1913年回到国内 之后呢 一直没闲着啊 打着以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 暗地里啊 一直想着要拥护溥仪复辟 十多年转眼过去 康有为的思想 各位愣是一点都没改变 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知识共和了 他呢 还那么保守 是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啊 也算是一种不忘初心啊 正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嘛 同是保皇党的张勋和康有为呢 这就切上头了 要知道这两位碰一块 他能有什么好事呢 也就是说 他们早在八个月之前 就已经制定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 之后呢 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执行贯彻这一计划 1917年7月1号 张勋率着五千辫子军 也有说法呢 是六千 也有说是三千的 总之呢 张勋带着人呢 穿过婉戏地盘 长驱直入北京 复辟的闹剧正式上演 当时还只有十一岁的溥仪成了共和之后 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了 第一是谁啊 已经尘归尘 土归土的袁世凯 对吧 要说这会儿十一岁的小屁孩 他能懂什么呀 所以呢 所有的事儿 那还得靠着他最大的两座靠山 康有为和张勋来完成 话说这边进京之后 康有为和张勋呢 便开始幸福的忙碌 客资的事业 那康有为加班加点 那根本不会提什么加班费 忙着摆平社会舆论 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 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 再一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 也就是说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 他起草了一篇习文和康有为呢 展开了隔空的精彩骂战 而就在康有为跟学生们互喷口水的时候呢 张勋也没闲着 他解散国会 遣散议员 忙得不亦乐祸 当然了 总统也是不能要的 于是张勋呢 对黎元洪说 我说老黎啊 你还是主动辞职吧 回头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宫 你啊 就哪凉快去哪歇着吧 您呢 慢走不送 这儿没您什么事了 各位能想象黎元洪当时的表情吗 本来府院之争是希望借辫子军的力量来摆平这个局面 可结果呢 愣是把自个儿给摆平了进去 这 这叫什么事啊 引狼入室 视野 此时的黎元洪心里边是一万头草泥马 来回奔袭 他也没办法 对吧 自知被张勋给耍了 那既然已经注下大错 当亡羊补牢 可又怎么能够答应张勋主动辞职呢 他知道 这会儿光抱怨没用 跑路为上啊 于是抱着总统的印信 跑日本使馆避难去聊 这边老李算是跑路了 另一边呢 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 这见识着实有些短啊 因为他们看不见大势所在 只有站在大势的这边 顺势而为的人才能够成功啊 顺历史之流才能够有所建树 对吧 而现在民主共和是人心所向 时代潮流所趋 正所谓听人劝吃饱饭啊 但是此时的张康二人啊 是铁了心了 一条路走到黑 对 他们就是要搞复辟 好了 这也算是挑战历史潮流 搞专制 要知道当年比你们强大百倍的 带头大哥袁世凯愣是没成功 换你们能行吗 答案已经是明摆的了 但是这二位此时 那叫蛤蟆吃衬驼铁了心了 咱们今天经常会说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他说了 换句话表达也一样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这边张康二人准备搞复辟 再看黎元洪 段祺瑞 要说之前府院之争 搞得非常不愉快 对吧 但是这边一看 又张勋搞复辟这两人呢 迅速的集结成统一战线 这二位又再一次站到了一起 组成CP 话说当时 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 致电段祺瑞 恢复其总理职务 请他组织讨逆军 讨伐张勋 而躲在一边 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 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 得嘞 欣然领命 这事包在我身上 尽管此时段祺瑞 黎元洪非常积极 又再次走到了一起 成为同志 但是第一个 义不容辞地举起了 反复辟旗帜的人呢 却是另有其人 谁呢 孙中山 话说这一年7月3号 孙中山便在上海 联系好军队 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 汪金卫也给叫了回来 打算组成讨逆军 收拾张勋 但是呢 尴尬的是什么呢 孙中山的军队 这边刚出发 便收到了张勋 已经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 孙中山肯定有点郁闷 不是 护国战争没赶上 反复辟 又没自个儿的戏 世界变化的也太快了吧 能不能吃肉 咱不说 好歹喝口汤吧 但很遗害啊 这人家张勋呢 确实太不争气了 根本不经打 这倒台的速度啊 比袁世凯快了七倍 根本没有给孙先生机会 7月4号 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 段祺瑞呢 就在天津 组成了讨逆军 讨逆军不到一天 就干到了北京 要说这战斗过程啊 根本不值得一提 张勋的十个营 还没打呢 就被策反了六个 剩下的四个营 在讨逆军 无配服部 冯玉翔部的攻击下 迅速的崩溃 战斗还未结束 张勋康有为 就已经跑得没影了 一群快男 正所谓人心向背 千古功罪啊 这场战斗规模小 时间短 参与人数少 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有一件事 必须得提一下 咱都知道 这次战斗啊 迅速的结束了 张勋的闹剧 对不对 但同时 他也创造了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哟 什么第一次啊 谁的第一次呢 咱们卖个关子啊 精彩故事 请您接茬往下听 要说这个第一次啊 就是北京南院航空学校的校长 叫秦国庸 主动的向段祺瑞请战 独自驾着飞机 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 各位 这是中国空军的首演 那就是这么个第一次 这还要再补充一下啊 秦国庸是湖北恩师人 那陆军中将 民国空军创始人 据说这次空袭啊 在紫禁城内的宫女太监 个个吓得是呆若木鸡 不知道是神马东东 那后来在抗战期间呢 秦国庸的儿子啊 也为国争光了 是第一个驾机 击落日军战绩的人 那可以说 有其父便有其子啊 再一个 好 再说回来 说张勋的复辟大计 只坚持了十二天 彻底失败 好在张作霖 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 众人呢 也算是给一面子 饶了张勋不死 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 而至于小皇帝溥仪嘛 自然 那是哪来回哪去 重新回到紫禁城 这个大牢笼里边 康有为 差点忘了 既然没有张勋的人脉 又没有溥仪的血统 只好是纵情山水 不问时事 开始了新一轮的 逃亡生涯 好 到这儿呢 咱得开个会 总结一下了啊 打倒张勋 让段祺瑞一手搞定 他非常得意 在功劳簿上 又给自己写下了 重重的一笔 三造共和 二造嘛 是逼袁世凯退位 一造嘛 是逼青帝退位 再说此时的段祺瑞 搞定了这些事 7月14号啊 风风光光的 又回到了北京 重掌大权 开始对德宣战 中国要参战 要加入协约国 总得有所表示吧 于是呢 段祺瑞说 我们前期以功带兵 提供劳动力 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 当炮灰 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 咱那走一步看一步 由此啊 中国前后输送了约 二十多万劳工赴欧驻战 这些廉价劳动力 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 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 说实话 这个数字啊 是冰冷的 是沉重的 甚至是沉痛的呀 再说段大总理 对德宣战之后不久 就收到了一个 令他心情愉快的好消息 日本内阁决定呢 今后以段祺瑞 为唯一的援助对象 攻击借款和兵器 拒绝支援孙中山 所代表的南方势力 简单的一句话 甚至呢 是轻飘飘的一句话 可能大伙还无法感受 这算哪门子的好消息啊 各位 咱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 以数据来说话 当时光日本借款的金额 就非常了不得 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边 借给段祺瑞 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 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 军事借款 那时候日元跟现在 那肯定是天上地下 对吧 这会贬值 对不对 那会的话 按当时的汇率 1.1日元 大概等于一美元来计算 日本人呢 大概借给段祺瑞 1.3亿的美金呢 大伙心里都清楚 以当时的购买力 这一笔巨款 究竟可以做多少事了吧 各位 这就是著名的 西元借款 问题来了 西元借款 历史上真实的过程 到底是怎样的呢 有哪些鲜为人知 不为人知的细节呢 更重要的是 日本人不会搞慈善啊 对不对 这么多钱借给你段祺瑞 必定有所取 那么 在西元借款的背景下 日本人又想搞什么阴谋呢 更多精彩故事 请您接着而往下听 没了 也欢迎各位随时点赞留言互动分享 订阅咱们的节目呢 可以随时掌握节目的更新动态 更多精彩故事 咱们下回接着再聊